好 今天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话题来看的是争论数十年的堕胎权 亚利桑那州在星期二通过了堕胎禁令 重启了160年前南北战争时候的旧禁令 也就是乱伦或遭到性侵都不准堕胎 而执行堕胎的医护在亚利桑那州最高会被判处五年徒刑 2022年的时候 当时川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主导推翻了一个叫罗素韦德案 罗素韦德案赋予妇女堕胎的主导权 而这个被推翻了以后 美国宪法于是不再保障堕胎权 让十多个偏保守的州开始纷纷修法 他们线缩堕胎权 或者向这次亚利桑那州全盘禁止堕胎 佛罗里达州的禁堕胎令就在五月份会生效了 而选民有一个机会 就是11月总统大选并公投的时候再做新的决定 40岁出头的博尔齐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经历多次流产 原因是体质与胚胎本身的问题 曾经担任过护理师 她知道怀孕失败很常见 但她所住的亚利桑那州 法院的一项裁定将让怀孕不成功的妇女吃足苦头 即使胚胎停止发育 也不能堕胎 得经历自然流产的痛苦 这确实算是前朝旧法 1864年美国内战时期 亚利桑那还只是领地而不是州的时候锁定的堕胎重罪法 4月9日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以4比2票数裁定 这项法律有效 除非有必要挽救孕妇生命 否则该州禁止所有堕胎 即使惨遭乱伦或性侵也不得例外 执行堕胎手术的医护最重可被判五年徒刑 亚利桑那州州长痛批这项裁决 州检察长也声称自己任内绝不会引用这项法条起诉医护 美国总统拜登痛斥 这是残酷又极端的危险禁令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也将在4月12日前往亚利桑那州 表态力挺升职自由 上个月美国民调显示 百分之七十亿的成年受访者认为 大多数情况下 堕胎应该是合法权利 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人持反对意见 白宫发言人尚皮耶 也直接把这项几乎是美南最严的禁堕胎法律大复活 归咎给前任美国总统川普 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 推翻罗斯韦德案的判决 川普任内任命的多位保守派大法官 主导这项判决 让美国堕胎权不再受宪法保护 之后就有多州陆续批准禁止堕胎法令 多半是共和党执政州 亚利桑那州则算是关键摇摆州之一 教育真的呢? 教育真的能去除让女性想堕胎的原因吗? 反堕胎组织强调 乐见堕胎禁令 每年粗固能拯救全美1.1万个婴儿的小命 除了母体健康因素 让美国女性想堕胎的原因还有很多 例如乱伦或性侵造成的非自愿怀孕 以及无法或不愿负担 照顾养育孩子的现实责任 钱不够确实养不起孩子 而过度严格的堕胎禁令 有时确实逼迫母亲 在自己与胎儿的生命中做选择 美国佛罗里达州怀孕六周后禁止堕胎的法令 5月1日将生效 4月1日佛州最高法院以4比3的票数裁定 选民们可以透过公投 否决这项禁令 修改州宪法来保障堕胎权 在11月的公投之前 美国多州女性都要独自承担怀孕的所有责任 婴儿生命来自人与人的连结 法界与味道人士至今 仍鲜少要求男性负起责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